土豪又开始作死了 将睡属女友带到海上恶作剧 不知道是手机不好玩还是汉堡不好吃 整天想着整股母老虎 越玩越大 越玩越刺激 今天 土豪想趁着女友在睡觉 将她放入游泳池中 看看醒来那一刻会是怎样的反应 这简直是作死的节奏啊 想要从房间抬女友到泳池 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于是 土豪叫来自己的好哥们一起帮忙 小心翼抬着女友往泳池里走 不过 女友被他们抬来抬去 竟然还没醒 这是睡得有多香啊 将女友放入泳池上后 就将她推到远处去 然后就大喊一声 女友被喊醒后也是一脸毛的 我是谁 我在哪儿呢 不得不说 土豪哥的胆子真是太大 不过很快女友就变得十分的淡定 并趁机吐糟土豪的方式并不给力 没有让他觉得很害怕 这颗惹毛土豪哥 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 土豪决定让女友在更恶劣的环境中醒来 一定要让他瑟瑟发抖 如果是你们有这样的男友 会怎样呢 土豪决定将女友送到几公里之外的海滩上 老妈觉得不太可能 除非睡得像死猪一样 不然会被人发现的 土豪很有自信说 女友睡得很沉 只要动作轻点 是不可能吵醒他的 但为了以防万一 土豪先做个测试 在女友脸上各种恶作剧 保证女友不会在中途醒来 然后开始拖行之旅 女友睡得真的很沉 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吵醒他 由于距离太远了 土豪和老妈长时间脱行 肌肉酸痛 都很累了 老妈表示不想干了要退出 这个时候退出 土豪十分不甘心 表示愿意花一百元请老妈帮忙 但老妈还是不为所动 最后土豪只能加价到三千元 老妈才愿意接受 和土豪一起将女友拖到海滩 女友被搬来搬去这么久的时间 竟然还没有醒来 果然一切都在土豪哥的意料之中 土豪将女友推到海面上 然后推到很远的距离才叫醒女友 在土豪呼喊之下 女友终于醒来了 浪潮也很快将她推得更远 女友十分害怕 不停地呼救 表示自己不会游泳 土豪则在一旁幸灾乐火 随着女友飘得越来越远 传来越来越急切的呼救 土豪才意识到事情大条了 只能赶紧下水补救 一边不停追赶女友 一边让她保持镇定 岸上的老妈他们也着急寻找救生员 可是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女友坐的气垫床被海浪给掀翻了 掉进水里 这可如何是好 土豪见女友掉到海里 只能赶去救她 还好最后抓住了女友 但此时的女友已经昏迷了 土豪赶紧使用国际急救法 人工呼吸 在女友苏醒后赶紧打120 但是却被告知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 土豪有些崩溃了 那边的女友却在不停地咳嗽 看着既弱小又可怜的女友 土豪这一刻心里后悔极了 对着女友不停在道歉 女友显然对土豪刚才的行为表示特别气愤 就将土豪推到泳池里 高兴的手舞足蹈 原来女友早就识破土豪的手段 一开始就已经醒来 只是不愿意揭穿土豪的把戏 假装自己枪水 最后成功反将土豪一军 土豪听完一切 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耍得团团转 不得不承认 女友才是恶作剧之王呢 想要看更多的挑战 关注我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